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部副主席赵国安德领导 赴第四特区开展慰问活动 善邦东部第四特区政府 向我邦南部灾区捐赠50万元人民币 联合军牟旅全体官兵 向南部灾区捐款 南部地区军民齐心协力重建家园 农农中秋情 慰问旭有意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9月6日至7日 受瓦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委派 瓦邦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府副主席赵国安等领导 集体赶赴第四特区开展中秋慰问活动 给友邻兄弟组织带来了温暖和关怀 6日下午 当瓦邦政府代表团抵达第四特区首府某拉时 受到了第四特区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吴桑百 携当地党政军领导的热烈欢迎 中秋佳节目 七日上午 双方领导代表在新东方迎宾楼会客厅 举行了亲切而热烈的座谈交流 参加座谈的蒂斯特区方面的党政军领导有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吴桑白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吴上路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常委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长宝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常委 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癌向腊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常委 宗教协会主席吴在迪 书记处书记 善邦东部同盟军副司令兼总参谋长李阿财 和团会第二秘书长 书记处书记 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组织部部长阿璐 书记处书记 善邦东部同盟军副司令兼后勤部部长癌板 书记处书记 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吴老二 书记处书记 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兼武装部部长癌三感 以及第四特区党政军其他相关部门领导代表 参加座谈的我帮政府代表团领导成员有 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府副主席兼对外关系部部长赵国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兼468旅旅长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鲍埃康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军副总司令兼318旅旅长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鲍军锋 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工部部长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赵癌纳来 中央委员 司法委书记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李爱兴 中央委员 778旅旅长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田三荣 候补中央委员 778旅政委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李天宝 候补中央委员 468旅政委赵小虎 财政部副部长陈文海 蒙波县县长萧埃兴 蒙波县县委书记李爱兰 对外关系部接待处处长李中阳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吴桑白 代表林明显主席和吴滕林总书记 及第四特区军民 对瓦邦代表团的到访慰问 表示热烈欢迎 向瓦邦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表示祝贺 寄予厚望 并当场向瓦邦南部地区灾区群众 送上慰问信与慰问金 瓦邦政府副主席赵国安 代表瓦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 集权帮各族人民 为第四特区军民送去节日的祝福和慰问品 传递瓦邦联合党和瓦邦政府 对友邻兄弟的深情关怀 同时 向第四特区介绍了瓦邦领导班子 新老交替情况 希望双方年轻一代 继承发扬与巩固老一辈地劫的传统友谊 座谈期间 双方发言主要领导 不仅回顾了两地50多年来 所建立的深厚友谊 并就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式 地区合作发展 共促两区和平发展等 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党中央副总书记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 鲍埃康在发言时表示 新界领导班子成员 一定会把两地老一辈的革命友谊 传承下去 保持兄弟情谊 与四特区新界领导班子成员 加强团结协作 共商合作 共盟发展 座谈交流期间 在座的四特区其他领导成员 也畅所欲言 并纷纷表示 两地民族同根同源 两地老一辈50年来 所建立深厚的兄弟情谊 永远不会变 先信在鲍友祥主席 和黎明贤主席等老一辈的引领下 两地的年轻干部 一定能够担负起历史重任 延续前辈的优良传统 把两地关系 再退上一个新的台阶 两地未来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 为积极践行两地一家亲理念 进一步增进瓦民族 与国感族同胞亲情福祉 9月7日下午 赵国安副主席 又率瓦邦政府代表团成员 又来到国感第一特区 政府办公地进行走访慰问 并送去中秋月饼和节日祝福 缅甸正义党总书记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总司令彭德仁 携国感第一特区 政府党政军领导 就瓦邦代表团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感谢瓦邦政府及人民 为他们送来节日的关心和慰问 赵国安副主席 向国感第一特区 政府党政军领导 详细介绍了此次 瓦邦中央调整后 成立新的领导班子相关情况 希望大家今后互相沟通 互相理解 同时把瓦邦政府的政治态度于立场 向彭德仁总司令做了阐述 并为他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总司令彭德仁表示说 我们果敢和瓦邦 山连山 水连水 我们和瓦邦联合军 本来就是一家人 是鸾生兄弟 瓦邦新领导班子的成立 不仅是瓦邦的大事 也是我们组织最为关注的大事 同时也是鼓舞人心的大事 这是瓦邦联合党老一辈领导的革命集体 在政治上合理的体现 在此 我代表同盟军全体官兵 向瓦邦新的领导班子的成立 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相信 瓦邦的宏图伟业 在新一代领导的共同努力下 会更加繁荣富强 中央政治局常委 联合军副总司令 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成员 鲍军峰 代表新界领导班子成员 向第四特区方面 介绍了瓦邦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的 运作机制和工作分管职责 并就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式 和平发展等共同关心的话题 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同时 真诚为兄弟组织 包括国感族同胞 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命运与共 手足情深 瓦邦南部的洪涝灾害 有林兄弟组织 第四特区政府也时刻牵挂着 9月7日上午 在瓦邦代表团 赶赴斯特区开展节日慰问座谈期间 第四特区政府吴桑白副主席 当场向瓦邦政府赵国安副主席 移交了50万元人民币捐款 以帮助瓦邦受灾地区灾后重建 9月8日下午 对外关系部接待处处长李中阳 将这笔算款转交至171军区 驻邦刑办事处 转交上款现场 李中阳先生还一并送上 第四特区至瓦邦政府的一封 慰问信 慰问信全文如下 慰问信 瓦邦联合党中央委员会 瓦邦人民政府 瓦邦联合军 京西二特区南部遭受暴雨袭击 多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大量农田被淹没 道路桥梁受损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此 善邦东部第四特区全体军民 向灾区人民群众表达关切 向二特区致以诚挚的慰问 我区与二特区山水相连 存齿相依 有着深厚的包泼情谊 从免共时期到和平建设以来 双方有着深厚的战友情 兄弟情 同时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 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共同维护着和平发展的成果 我们命运与共 手足情深 对二特区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 洪涝灾情始终牵动着我们的心 相信在二特区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洪水灾害带来的影响 也一定会被降至最低 忠心祈愿灾区人民战胜灾害 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早日重建家园 缅甸上邦东部第四特区 和平与团结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接收现场 171军区邦康办事处负责人张华 代表南部灾区群众 再次向第四特区的善举 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表示 办事处将会第一时间把该笔上款 及第四特区人民 对我邦南部地区受灾群众的心意 及时送至 9月8日 联合军谋旅将该旅募集的支援南部灾区重建工作的款项 宋交至171军区驻帮摊办事处 812特大洪灾爆发以来 我邦各单位 各部门党员干部 和工作人员积极响应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 纷纷以捐款捐物的形式 帮助南部灾区灾民重建家园 联合军谋旅未尽一己之力支援灾区 将动员本旅官兵 募集到的73万2867元人民币善款 于9月8日 宋交至171军区驻帮康办事处 办事处负责人张华代表接收上款 并向某旅党委和全体官兵表示真诚的感谢 近日 在171军区党委与地方管委会的统筹安排下 南部地区各地军民 正齐心协力重建家园 9月8日 在南部灾区回额区 中校乡七村百姓发扬团结互助精神 自带工具 集体来到邻近的五村帮忙 一起在一处河段 重铸被洪水冲垮的水坝 劳动期间 赶来的村民们与当地村民一起 共同参与 有的在帮忙堆草木 热火朝天 大家伙齐心协力 9月9日 在永邦区 当地区委 区政府组织的地方干部群众 与驻地盟旅出动的官兵们一道 正共同维修被洪水冲回的道路 作业期间 大家不怕苦 不怕脏 不怕累 洪水无情 人间有碍 在上级的部署下 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 目前 南部灾区军民上下一心 正积极有序展开灾后重建工作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为您播送完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应该可以搜索 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以及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瓦邦新闻动态 走向网方 往上网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镜头的时间 再会